大家好 这一次河南的灾情比较大 主要原因就是雨下的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急 降水量呢又非常的大 降水主要集中在郑州 及郑州周边的县市 那这一次降雨究竟有多大呢 我说一组数据 过去三天 郑州降水量是617.1毫米 那郑州的常年平均降水量是 640.8毫米 也就是说过去三天 郑州的降水量 等于往年一年的降水量 而过去三天的降水量呢 又主要集中在昨天 昨天郑州的降水量是 552.5毫米 也就是说呀 昨天一天就下了过去 接近9个月的雨 而昨天一天的雨呢 又主要集中在下午4点到5点 这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啊 下了200多毫米雨 相当于过去郑州 5个月的降雨量 一个小时啊 下了5个月的降雨量 那看很多郑州本地的人都在说 或者接受采访 或者是在抖音录视频说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 那年纪大的呢 说比75年的雨还要大 就仿佛啊 天上开了一个口子 根本就不像是在下雨 而是啊 这个瀑布在往下流 短时间的水啊 是非常大的 而且是非常吓人的啊 呃那同时啊 看很多人说呀 这个啊 市政规划不合理啊 那又是下水道的问题啊 这么大的雨啊 下水道已经不起作用了 因为周边的水位 都比城市的水位高 下水道你已经没有地方去排了 那河南这个地理位置呢 也有一定的制约 就是正常的排水啊 都是需要大河的 河南有一条大河 叫做黄河 不过黄河是地上河 它比地面都要高十多米的 所以啊 黄河起不到任何泄洪的作用 黄河是没有泄洪的作用 呃 网上呢 也有一些的说法呀 啊 说这个黄河危险 那大部分的救援人员啊 都去保卫黄河了 这个是不靠谱的 这个降雨啊 没有影响到黄河 因为黄河 对吧 它是地上河 所以周边支流的水啊 不可能汇聚到黄河的 黄河的水要大 只能是上游的水下来的 那河南的上游啊 并没有下很大的雨 所以黄河并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黄河啊 距离地面很高了 也是因为黄河的特殊性 那么河南最大的河黄河 它起不到泄洪的作用 完全起不到泄洪的作用 因为它太高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 对吧 再强调一下啊 这个水这么大 水位这么高 泄洪是没有用的 地下排水系统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周边的水位啊 都非常非常的高了 甚至说周边的水位啊 比这个排水系统的水还要高 你根本就没有地方排嘛 黄河又起不到排水的作用 那网上呢 非常关心的就是 郑州的地铁 看推特呀 YouTube啊 有很多造谣的 散布很多虚假信息的 对吧 利用这个地铁啊 散布恐慌也好 散布仇恨也好 或者达到他们的目的 这个我就不想说了啊 那简单说一下啊 首先这个地铁啊 为什么在水中开呢 还是就昨天下午四点到五点 这个水下的太快了 下的太急了 地铁在运行的时候 还没有水呢 在运行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 这个地铁下边的水啊 就来的很高了 那这个时候呢 必须要把地铁开到地铁站 如果不开到地铁站呢 外面的救援进不来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的 所以无论如何呀 也要开到地铁站 我们在抖音上看到了 一个视频啊 微博上传的也很广 就是一节地铁车厢里 有人在呼救 说这个水啊 已经到了胸口了 很快就要没过他们了 情况非常的危急 这节车厢啊 的人呢 都已经获救了 因为他录视频没多久啊 救援人员呢 就已经到来了 我们先看视频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不像拍恐怖片 我的天哪 通过视频可以看到 受困的地铁车厢里的人 很快就被救出来了 网上有人说 有几个死亡的 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死亡的具体的数字 现在显然是没有时间去统计它 要等整个灾情结束之后 再去统计它 那么也有很多人说 因为水是非常凉的 在里面泡着 救出来之后就失温了 大家就紧急的给它进行施救等等 我们在线上也看到 很多人身上有血有伤 我看微博上也有人问 这是为什么 推特上也有人造谣 这简单说一下 因为情况比较紧急 所以在慌乱之中 大家难免有所磕碰 你不管是碰到地铁车厢了 或者是碰到其他的东西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那么网上也说 这个常庄水库要泄洪了 是的 那么泄洪的时候 周边的群众都已经安全的疏散了 疏完了才泄洪的 当然这次大雨 对交通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譬如龙海线目前也中断了 看网上说龙海线拱一段 有一部分被冲坏了 甚至说有一座桥也被冲塌了 当然这是网上的说法 暂时无法核实 但是龙海线确实是中断了 同时京广隧道也积了很多的水 目前通往郑州的火车高铁 都已经停运了 已经购买了相应的这些动车也好 普通的铁路也好 这些票都可以免费的改签 或者是退票 都是免费的 并没有手续费 那么龙翼就在郑州旁边 龙翼有一个村庄 整个村都被淹没了 因为这个水 眼开就要没过屋顶了 但是这个村庄里的人 都及时的被救援了 同时龙翼的气象局局长 上郑州去汇报这一次灾情 在回来的途中 他乘坐的车也被冲走了 这个气象局长也一度失联 但是幸好后来被救援 我身后就是河南台24小时直播 直播这一次灾情 采取的是全媒体的方式 什么叫全媒体呢 就是一方面电视台和救援单位都有联系 那同时受困的群众可以通过微博 通过抖音 通过电话 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 把自己受困的地点说出来 那么受困的有几个人等等都发出来 他随时关注各个平台 这些对吧 这些受困的群众 这些信息随时的读出来 读出来的同时 也联系相关的救援的单位 救援的人员 迅速的赶往相应的地段 迅速的去救援 所以目前看微博上 基本上所有的求助信息 都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处理 都可以第一时间到现场去救援 当然这也是网络的力量 同时郑州有亚洲最大的医院 这个医院之前网上也在说 就是这个医院也停电了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重症的病人 是离不开电了 那后续的报道也很快就出来了 这个备用电 还有临时发电系统 很快就可以运作了 很快就可以 对吧 给这些重症的病人供上电了 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大家揪心的 不过有一种信息 是最让大家揪心的 就是他在求救 然后说手机马上就没有电了 那后续你就联系不上他 谁也不知道情况是如何 这个就让大家比较揪心的 因为你不知道情况是如何的 这个是个未知的情况 这就让我们比较担心 尤其是看到很多人发说 这是他的弟弟 或者是他的父亲等等 那就更感觉到比较悲伤 同时在心里 也希望能够赶紧获救 他们的家人能够尽快的团聚 我们的群里 对吧 包括语音群里 也有一些河南的 有现在在郑州的 也有人在国外 但是家人在郑州的 幸好我们群里的这些 包括他的家人 包括他本人都安全无余 同时大家今晚上都睡不着觉 不管身在郑州 因为身在郑州 或者身在郑州周边的县市 今天晚上肯定是不能睡觉的 因为今天晚上依旧在下着雨 雨也很大 所以为了防洪的需要 随时都要保持着清醒 万一出现问题 随时都要去转移的 在国外的 也非常揪心自己的家人 虽然家人现在没有事情 但是毕竟是自己家乡的事情 也都非常的担心 所以大家都在看这个 我也看了一晚上这个 随时都在看着 虽然远在东北 距离河南非常的远 其实不仅仅是河南 全国各地哪里发生灾害 大家都是中国人 对这种信息 也都非常的担心 也非常的揪心 哪怕帮不上忙 对吧 可是心里还是 怎么说呢 是一种挂念 或者说是一种担心 所以我们看直播 包括央视的直播 弹幕 包括直播的及时聊天 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在看着 也非常担心 这让我想起来 之前武汉 央视直播 造火神山雷神山一样 那个时候 大家也都是 全国各地的网友 对武汉的 对吧 当时的疫情也是非常担心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最后 还是希望河南能够安全 对吧 这个雨能快点停下来 看天气预报 明天雨就变小了 那么明天 可能情况就会好转了 但是今天雨还是非常 所以今天 大家还是非常紧张的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那么接下来的两天 基本就是关注河南的灾情 毕竟和其他的事情相比 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很多事情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重要 很多时候往往打一个嘴炮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